剛才跟你談的就是你同一個歷史的數據去推論 就是恒指接下來的走勢 例如說向上向下會怎樣走 但例如看回價 其實見到美匯近日就持續在高位徘徊 上個星期上個104樓上的 而近日港元就偏弱 即是美元強的時候 上星期五其實見到港元會觸及過7.85 但金管局就沒有行動 預視接下來其實美元強 港元和利安人民幣弱 都會持續好一段時間 你覺得港股和A股受這個匯價影響來講 是不是都不會太過樂觀呢 其實 匯價就當然不會太過樂觀 但是會不會去到絕對無限地悲觀呢 那我又覺得不會的 如果用歷史的經驗 因為其實老實說 恒指如果在匯價下跌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是100%的相似跟著走 但是它跟那個節奏 如果用歷史的角度來看 就是前面就是反映突散 還是後面就開始浸化 OK 如果用具體的形容就是說 其實你看到以前 人民幣弱都試過是由很強的 譬如6字頭 就是對比金6字頭的水平 大幅地削弱到7字頭的水平 就是7.1這樣的水平 那我們就是說 其實它整段貶值的過程裡面 看回對股市的correlation 就是在前段 譬如說由6.2貶值到6.7那段 股市的反映是最猛烈的 變成是當時可以去到 到匯率總之會跌1-2% 有些股份就跌10% 這個速度會進發的 但是去到後段那個時候 譬如說那個correlation 是由6.7貶值到7那段 那股價開始沒有什麼反映 那其實這種鈍化很正常的 就是譬如我放進去美國那些 是back a tab的股票 就是那個道理一樣而已 如果你說指數下跌幾個% 那些股票就是噴血噴10%的 那一隻股票有多少10%給你噴的 這個原體是一模一樣的 OK 變成了就是說其實 而且我們也都去看回 在 currency 那個貶值那個角度 其實你說人民幣是不是貶到災難 那你兩看而已 OK 第一就是說我本身都不認同 人民幣是去到6.2、6.3的 OK 即不是說我時候去說話 這個譬如我一直跟別人去做交流 或者做教學的時候 我都覺得其實你那個外貿 或者是內部相對比較差的情況下 那為什麼你的貶值是這麼強 可以去到對港幣是去到0.81、0.82這麼誇張的 本身都不應該有這個貶值的 所以我現在的貶值是去到一個比較正常的 反映回那個形勢的情況而已 而第二就是說其實你那個貶值那個災難不災難 有時候你都要對比別人的其他國家的貶值 這個 你說如果只是你的貶值 不斷向下跌的其他亞幣 就是亞洲的貨幣 就是我們非美的貨幣 如果是他都不貶值的 那可能你的問題大一點 那另外我們看回近來的日圓 這個其實你說災難 這個日圓就更災難 這個日圓當然不用兩個月的時間 是由他對美金115元 是變成130元流漲 那如果你這樣看的話 兩個月貶值是 就是那個百分多是去到差不多10%以上 那你現在老實說 人民幣油的最 即使最強勢的那個位計 他都沒有貶值10% 那如果是這樣對比的角度的話 亞洲貨幣互相有貶值的角度 其實人民幣應該要比較克制的 這個 那所以我都會覺得 那個短期 那個貶值是會對我本市 而有負面影響的 起碼一定不會有 positive的影響 那但是就是說 要記住那個 process 根據歷史的經驗 很大機會是一個 再重生一次 就是先是反映得過急 後段就進化的現象 那大家可以參考 好棒